内地贷款市场报价力量出乎预期维持不变 另外人民币曾经升穿7.1对1美元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虽然市场普遍预期 内地会引导贷款利率向下 鼓励放贷支持经济 但人民银行公布 最新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一年期维持在4.05厘不变 五年期以上也保持在4.75厘 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马俊 相信这个星期定向降准 效果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然 未来仍然有较大空间定向降准和全面降准 现在处于经济危机状态 一个触底状态 我们还是预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大概还是有三到五次的调整 比如说这个疫情是在全球的一个散播 导致了全球供应店的断裂 到年底大概就会到一个3.65%的水平 内地贷款市场利率不变 加上投资者恐慌情绪减退 美元汇价由三年高位回落 人民币明显反弹 另按人民币曾经升穿7.1对1美元 在按价也都在7对1美元水平上落 每百港元曾经可以兑换超过92元人民币 但官方人民币中间价就较上日调低530点指 报7.1052对1美元 冲12年来最低 这个疫情的冲击下中国的经济 我相信定必受到重创 所以我相信人民币的汇价 受到经济数据或者央行始终有一个宽宽国费政策压力下 以在按价计应该会再试7.15 甚至破7.15再试7.2水平 路透人述消息说 内地考虑调低今年经济增长目标去到5%至5.5 也都会提高预算赤字 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规模 由去年大约21,000亿元人民币 增加至今年25,000亿至28,000亿元人民币 希望加强5G等的基础建设投资 而刺激经济 无线电视能永宜不得